一名網友昨日上傳影片指出 一名警察在韓錄執情時咀嚼檳榔 並且與網友產生推擠 導致網友耳朵受傷 第二分局副局長盧福濟表示 該網友試圖阻擋員警 取締曹化縣違規停車的民眾 我在聽你的話 開紅大安 聽聽知道嗎 然後咧 開紅大安啊 我們現在在進局 請你不要妨礙我進局 OK 還有咧 不要妨礙我進局 我現在我要進局 不要妨礙我進局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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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妨礙我進局 妨礙你妨礙我司法公正咯 我現在開始 好沒關係 我先入理 我等一下 我先那個 請你不要妨礙我進局 這個警察 如果我說你妨礙我進局了 你妨礙我支付司法公正咯 我先跟你講咯 我先跟你講咯 你不要妨礙我進局咯 OK 我沒有妨礙你喔 你給我動手 我沒有動手 好 我現在我在照相 我沒有 我在照相 你不要擋在他 他在照相你不要擋到他 你動我的手 焦檳榔還動手 影片中顯示 警員正在對違規停車進行舉法拍照 網友與警員爭執的過程中 可見警員嚼食檳榔 並指網友妨礙他執行公務 過程中也見員警對網友動手 對於網友的指控員警先行動手 第二分局副局長盧伏記表示 這個我們尊重當事人的意見 不過我們會深入在了解 因為你們有說 那個民眾 他已經有涉及到 妨礙他們 警察拍照 執行公務 有違法當中你們執行公務 就是妨礙公務現象 你們當時為什麼沒有給他 做那個妨礙公務的任務 這個部分 我們原警是認爲說 這當下只是 舉舉一下 我們要執行這個舉法 違規車輛的動作 那對於民眾 這些妨礙執行公務的行為 當下只是採取勸導 希望他配合我們 原警是處罰的一個正常的動作 第二分局副局長盧伏記表示 警員在執行時 嚼食檳榔的行為 絕對嚴格禁止 而警員的這個動作 絕對會影響警隊的形象 第二分局將會依照規定 將該原警做出處分 我們內政部警警署 對於原警絕食檳榔 這個行為是絕對嚴格禁止 那如果是我們本分局原警 絕食檳榔 特別在執行中 這個是有妨礙我們警察的形象 那我們絕對會依照上級的規定 來給他適當的處分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人員講程標準 第六條第三項 或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警員違反品操界律 或嚴刑施檢 影響警域者 最高可處以大過 或最低為申解一支 記者黃俊懷 林志的台南報導 警察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